沙漠之所以美丽 因为在她的某个角落藏着一口井 你是谁 你是大人 你无法理解我所说的 可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可是只有很少的大人记得这一点 是啊 可惜太少大人记得 长大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遗忘 长大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遗忘 还可以 多会想在心里面 然后对一些事物也是很好奇 你觉得TFS三个人吗 然后你觉得谁最像小王子 那就是我 你最像小王子的一面是什么 给人家介绍然后展示一下 我觉得我最像小王子的就是 就是画还是画比较少 不能说这样的声 好 因为在戏中 有很多的桥段 让你怎么理解小王子跟小狐狸的关系 小王子跟小狐狸就是友情 然后他们是朋友 相聚也有分离 然后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都是用真心对待的 然后多把一些自己的经验交给对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